破案了,破案了,小伙伴们,柳仙尔其实就是青蛙王子克劳德约定中的那个女生,在评论区中打出369,你将会看到其中的真相,不幸可以试一下。 众所周知,青蛙王子克劳德在简介中写过这样一段话,再坚持一下,也许就能实现和他的约定了,之前我和学姐一直没有找到这个人究竟是谁。 但是今天我们终于发现了,他其实就是柳仙尔的换装皮肤姚月仙子,我当然是有证据的,你看,在这潮湿泥泞的地方,我在网上查阅了资料,只有在芦苇旁是潮湿泥泞,并且青蛙非常喜欢,因为在芦苇旁有荷花池,而我们发现柳仙尔的换装皮肤姚月仙子,所在的地方正好。 最好就是荷花池。 小伙伴们,你们看,这身下的荷花,不就是姚月仙子所在地吗?你们看地下的荷花和荷叶,总共荷花有四朵。 有没有发现,这里是一个荷花池,并且旁边就是莲蓬小伙伴们,这就是青蛙王子Cloud和柳仙尔约定的地方,也就是在坚持一下,也许就能达到和他的约定了那个约定的地方。